近期差 年轻人就业的确很困难 根据主机总处调查 今年1到10月 20到24岁的失业率 居所有年龄层之冠 高达13.7% 以至现在有大学毕业生连正职的缺都抢不到 任何县区区公读生 拿了2万出头的薪水度日 好 那请问你有考过多益托福或者是英俭吗 嗯 好的 那请问你会说台语吗 打电话一一帮求职者补足填漏的履历 这位八年级的人力仲介公读生郑小姐 也是刚到职三个月的职场菜鸟 虽然有大学学历 但念的是化妆品应用系 为了能当行销 只好先做月龄2万的失心公读生 等以后有正职再升迁卡位 因为我没有经验 所以我就先当个公读生 但是我觉得做公读生也可以从头学起 而同样是八年级的张小姐求职路就比较顺遂 昆山科大公关广告系 毕业前每周投六份履历 第一份工作被美商录取当公关 接着又跳槽成了活动企划 大学的时候我每一年都会去实习 因为我想知道我到底适合什么 我都可以想要履历上高 虽然我有很多这种经验 虽然正值薪资不到三万 不过愿意先来职场卡位的都认为 先求有再求好 毕竟就业环境差主技处统计 今年一到十月二十到二十四岁年轻人 失业人数十万六千人 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三点七 高居各年龄层之冠 年轻人就业真那么难吗 其实我们分析主要就两点 第一个就是可能目前 这个比较少子化的情况下 家长其实就是比较呵护他们的一个情形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薪资的条件 都开得这个比较高 人力银行表示职场环境越是恶劣 越是要能先求有再求好 便自我充实才能替自己加分 新调人的电视综合报道